大家好,欢迎继续留意《上楼德》这个频道 港岛南岸系列已经做到第六条片 这集我再想讲一下我对港岛南岸的升值潜力看法 据资料显示,第二期都快将开卖了 如果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 大家好,港岛南岸第一条片 原来已经在去年2020年8月上载 而第一期的开卖在今年2021年4月启动 销售的结果大家有没有共睹 在我第四集的影片内容曾经提过 一个红色三个婆婆有三位地产代理陪伴住 十足十太后出秦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八佬会家族的成员呢? 一次过用两亿税入了一期进华八个单位 翻查记录买了三个两房五个三房 全部都是中高层 也都发现到大部分商界名人都会买三四房大单位 有时候还买几间 好像刘连红的旧好友 吕麗君,现在名叫吕佩琳 都不断买入了四个三房单位 最低那层都39楼 真是懂得选择 不再说大新银行家族 装士家族 罗氏家族成员 全部都是商界真正会做生意的商人 演艺界代表都有宇宙最强 因子丹夫妇 弱弱地只能选择两个两房单位 我估计它作为投资 好像我较早期的影片预计 事业者并非一般的上车客 全部都是高端、高收入的人士 找到钱的生意人 当然不少得了 说到南望第一期的进华 在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选楼现场 我也有出席和上楼得的会员一起握楼 买家第一次去到大直路 可惜未到Counter已经被选择了 而第三次终于选择了 见到绝大部分的朋友选楼都是 选大不选小 选高不选低 见到买家选楼的次序是选优质 不是太看价钱 回到实力买家 第一期已经抢成这样 第二期不知道会不会更加疯狂 还有一件事在坊间未有报道过 在第三次开售中的开放式单位 在第一组A组没人选择 去到B组的时段 就算有几个一千万以下的单位 都没人承接 当时也有意料之外 我只可以解释 买得港岛南岸的投资者或用家 个个都有现金 有信用 我所知是credit line 还要有人头 怎会省少少钱 我一个开放式单位 不是进华的开放式单位有问题 只是错配了港岛南岸的客群 亦都是发展商 低估了一班高端客户的购买力 上楼得预计 之后的每一个发展商 将会重新检视他们的发展项目 例如减少小单位数目 不会再见到开放式单位 提升装修用料 引入更豪华的设备 将会开卖的港岛南岸第二期 阳海 由嘉里和信和合作发展 前者专做精品贵价项目 后者做出来的cup house 比美五星级酒店 只是这两个有实力的品牌 都已经给买家很大的信心 在2019年 港铁就收了37份二项书申请 最后收到10份标书 而保地价金额是六期之中第二最贵的 可以理解的 将来建出来的单位 是最多面向直望无遮挡 游艇会和香港仔海景 整体上 向东面的来源单位 比一期更加开扬 之前的影片我也提过 黄竹坑港铁站上盖 港岛南岸这个项目 正正在hubs上面 围绕着这个项目 我们谈谈不同方向 东面有寿神山 浅水湾 深水湾 南湾 全部都是富人区 而南边望向 有南朗山 新加坡国际学校 可容公园一带 而西边靠近 深湾游艇俱乐部 游艇会 珍宝海鲜房 再伸延到香港仔 数码港方向 而北面连接着 黄竹坑的商贸区 部分正在重建 在2020年的施政报告里 提及到 仿后启动东九龙 在南区 便会推动一个 叫做《约动港岛南》的计划 当中的8个重点项目 有几多个真正落实岛 而帮助港岛南岸 触发到真正的升值潜力 等信口得带给大家 很少人察觉到的另一面 部分在中环区有画廊和创作室 大概10年前 逐步进占黄竹坑这个商贸区 以营运得非常成熟 并非萌芽状态 由19间的本地国际画廊 艺术家工作室 和非牟利的艺术机构组成 南港岛艺术区 大家CBD听得多 原来SIC 即Culture District 香港应该似得这个 整个南港岛艺术区 由黄竹坑商贸区 伸延到田湾 这种文化艺术式发展 往往被政府宣传的口号式启动 来得更直接 令整个区越来越新史化 自从政府在2010年 推出活化工下计划之后 不少大业主将其下物业 变成新商下和酒店项目 都务求增加租金收入 这类的地头丛包括有 由金堡集团持有 伟进中心一以旗 将会会化成一座酒店一座商下 由太古地产 和中华汽车所持有的 South Island Place 大新银行 马士家族持有的一座工业大厦 已重建成现在的瓦格酒店 伟华集团 父亲杨经杨在70年代 在黄竹坑已经设厂 首个重建项目 就是现在的澳南港场 收购了重建 还有胜利工业大厦 另外一间老牌发展商 协成行 在1952年 已经进驻了 黄竹坑的33-35号 在2015年 已经活化为Genesis 中文名叫创协坊 刚刚提过地头虫 猛虎 都是巨星 你和我都认识 例如 协成行家行基发展的 环汇广场 四儿太梁安琪持有的 香业道41号 我相信 最大的持份者 帝国集团 是将来当区的租务服务提供者 哪些发展商 看淡 有答案 记住在留言下面 我认为 商人做生意 永远都是一个小市民 站得高 望得远 买入第一期的商界生意人 已经用了行动 投了一票 你说 港岛南岸值不值钱 你自己想 有没有物业相近 可以和港岛南岸比较一下 都有的 看数码说 逢天假日去 公园就擠满了人 商场也有些人逛逛 但一至星期五 就算office hour 都没有什么人到 商场面积不算小 属于中营 但欠缺了 外区带来的消费群 和商业活动产生的消费力 只是没有讲述到 外来客不能去到 商场和不起 正所谓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将来港岛南岸 有一个约51万平方尺的商场 多过150间的商户进驻 而现在数码说商场 大概29万平方尺 商户数量 呃 你看看水牌 你都数得了 数码说的周围的居民 始终不可以直接去到商场 生活配套 很多时都要爱求 所谓移居不宜生活 相反地 港岛南岸商场 直接连结上面6期的住宅 较早期的影片都提过 可以无逢点对点去连接 你去上班的中华 下雨都不用担借 亦是构成租务需求的誘因 如果你是置业者 选到理想的单位 宜居又宜生活 在阳海的低座 即T1 面向游艇会的海景 根据以往高空航拍片 上楼的估计 走过走廊的位置 左边是粉红色的四房 而右边是蓝色的三房 左右两翼浅蓝色就是两房单位 而深蓝色的地方 暂时就说到这么多 记住订阅 就不会错过 下一条最新的影片 关于港岛南岸最新的发展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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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